敬礼传承主持 敬礼了明和善 敬礼撒迦真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 敬礼图灯大二级上师 敬礼弹成三宝 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 药师流离光如来 师母 敬礼传承主持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教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盟 还有网路上的同盟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大家好 心臣 感恩 爱捨てる 社長へ オラミコ ペケロムチョ スコイン 一羽 気持 母 rating 友 reconsider dragon 胆 飢 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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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来 本身 大家都不陌生 我们在同修的时候 八大本尊 一直这样子轮流 已经很久了 要是佛 大家都知道 他的流离世界 也是 一个很好的净土 跟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 极乐世界 东方 要是流离光世界 这个净土 这是非常 殊胜的 而且是庄严的 是唯妙的 也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因为有要是两个字 要是两个字 大部分来讲 大部分身体方面 都会祈求 要是流离光如来 加持 要是流离光加持 管理人的身体方面 就是祈求 要是佛加持 所以在这个 古印度 这个 另外 还有 流传着一个 就是阿易会陀 阿易会陀 这是一种 可以讲 就像 我们中国古代 有几个名义 像华陀 华陀 贬切 都是名义 我们在印度 天图 它本身有阿易会陀 专门讲 药理 要的道理 是很奇妙 我最近看 那个 皇帝内经 另外还有 皇帝外经 那皇帝外经 已经失传 没有 皇帝内经 还有 那外经 失传 但是 其中也提到 在庄子里面 看到 这个 皇帝外经 那是皇帝 问 奇伯 一个山 一个枝 那个读是什么 奇 就是奇伯 那时候 他们称他为天师 奇伯 天师 论到这个人的身体 有天地 制道论 天地颠倒论 天地颠倒论 还有提到 五行 相生相克 的论 都是属于 皇帝外经 里面 这是关于 医学方面的 东西 像那个 妻婆 天师 他讲到一个 女人 是一个 妻子 男人 是一个 八字 就依照这个 七 七岁的时候 会怎么样 十四岁的时候 那女生 十四岁的时候 就会来 夜市 他是这样子讲的 当然不一定 每个人都这样子 男生 八 二 八 一十六 十六岁的时候 他就 开始有的 那个 可以讲 就是 明点 我们讲的比较 那个 就是明点 十六岁 开始就有明点 二八 一十六 那什么时候 会 停掉呢 就是七七四十九 你的 七七四十九 岁 他的夜市 自动就会停掉 男的 八八六十四 六十四岁 他那个 就不会再有 这个 就不会再生产明点 他意思就这样子讲 一直论 论这个原理 从这个 出生 然后一直到 身体 少年 青年 壮年 然后再到老年 到最后 生命就结束 根据 齐伯 所讲 齐伯 天师 所讲 人 真正的 寿命 如果能够 保持 得很好 可以活到 一百 二十岁 为什么有些人 会提早 衰老 六十几岁 就已经很老 七十几 就很老 八十几 就很老 主要的原因 在于 虚好 你把东西消耗 光了 就没有了 你的精神 你的气 你的神 跟气 行 三个是相合 好像我们人形 人的形状 跟你身体的 走的气 跟你的精神 精神 言气 形象 虚好 你就没有 就很容易衰老 如果没有虚好 你都保存着 那你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 这是 奇博的理论 另外他还讲了一件事情 我们不是想 我们以前看 在台湾看不到戏 顺我则胜 顺我则胜 逆我则亡 不太吸出来 顺我则胜 逆我则亡 逆我则亡 顺我则胜 逆我则亡 他也讲顺利的道理 人只要顺着 本身的欲望 你就会生下小孩 就是顺则生 凡 顺则生凡人 你就会生下小孩 逆呢 逆不会说逆则死 是逆着 把你的精气 缓转 精气神 缓转 我们古代叫做 很多阴阳学 就是这样 那是叫环精补脑 你会呈现 所以那个叫做 阴阳颠倒 学 阴阳颠倒学 你把它颠倒了 所以道家有一句话讲 大道颠倒颠倒 有人颠得转 便是大螺线 你要呈现 你就是要逆着转 而不是顺着转 因为顺着转 就是凡夫 逆着转 就可以呈现 这道学的原理 你顺着你的欲望 这样子走下去 你就是凡夫啊 你把你的欲望 克制了 颠倒过来 把你的精气 还精补脑 就是回到你的 清明的世界 你将来就可以呈现 意思是这样子讲 所以五行相克 但是也有相生 所以这里面 它还有阴阳生死学 很多的学问在里面 我们中国古代的 很多的东西 皇帝内经 皇帝外经 里面好多的这些学问 我将来在这个 《三零三册》的书当中 会提到一点点 提到一点点 关于这个庄子 老庄 庄子 跟这个老子的思想 他们大部分来讲 都是比较自然的思想 自然 把这个自己的心 跟天心 合起来 自然 依照春夏秋冬 要怎么样子 修行的方法 老庄思想 比较自然化 重点 就是要 清心寡欲 清心寡欲 无忧无力 自然产生 你就会产生 你 这个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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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你自己本身的欲望 浮作 辉为 消耗你的精气神 这个 忧虑又太多 烦恼又太多 你就会 减掉你自己本身的 天受 就会显得苍老 我就这样 未老先帅 还没有老 你明明还没有老 那你已经 已经不行了 所以一般人来讲 你说一般人 依照 那个 齐伯天师所讲 七七四十九 你的七七四十九 他夜市就 没有了 那 不是四十九岁 才开始衰老 差不多三十五 五七三十五 五七三十五 就开始衰老 女生 三十五岁 以后就开始衰老 开始衰败 男生 是五八 五八是多少 四十 五八四十八 五八四十八 男生四十岁就开始衰老 所以讲四十八了 五八四十 男生 男生也是 男生也是 男生是五八四十岁就开始衰老 就开始衰老 那女生是 五七三十五 三十五岁就开始衰老 这次齐柏天师 他讲 都有甜素 但是也有例外 因为你懂得保养 懂得养生 懂得饮食 卫生 不让他生病 不让自己身体不生病 饮食 卫生 使用种种的习惯 有的操劳过度 劳其行 而动其精 你把你自己的身体 已经劳动得太过分了 就会过劳死 你把自己的身体 劳其行 就是操劳得太过分了 虚其精 就是说 你的精气都不饱满 人就显得很衰弱 这都跟药师活有关 所以中国的所谓的长生 养生的学问很多 跟印度的阿易 废陀一样的专门讲 这个身体的药理 阿易废陀也讲过 所有的植物 全部都是药 每一个植物 全部都是药 没有不是药 那是阿易废陀里面所讲的 阿易废陀还提到 最毒的 最毒 很容易的就是拱 拱是最毒的 但是拱里面 你只要把拱净化了 把真正的拱里面的 杂质的毒素 给它净化了 它就变成最好的药 好奇怪的一件 很多事情很奇怪 明明它是一种毒的东西 但是你懂得 如何把拱给它增化 把杂质 去掉 变成瘤 就拱化瘤 纯的拱 又是最好的药 所以 世界上的事情都很奇妙 我最近看了那些书 相生 也是死 相克 反了佛 相生会死 相克 反了佛 怎么回事 他讲了 他讲了另外一个道理 出来 有点像那个 有点像 不二法门 不二法门 就是 讲根本就是不二法门 什么都是不二 师尊讲这个 因为看到 今天讲药师佛 就提到这个药物 药物的问题 还有养生的问题 跟大家讲一下 不然大家 讲药师佛 讲了半天 都是差不多的 二法门 一 养生的 一 这个也算笑话吗 不过看看大家会不会笑 法官欠一位老太太打消离婚的念头 她讲你都92岁了 你丈夫也是94岁了 你们结婚了73年 为什么还要离婚 那位太太讲 我们的婚姻早已破裂很久 只是为了儿女 才决定等到儿女们都死了以后再说 这个也是怪 九十几岁才离婚 一大清早接到一通电话 对方是业务员 他说先生 请问你需要理财顾问吗 这位先生回答 已经有了 业务员问 哪家公司的 这位先生回答 我老婆 业务员就问了 先生 你可以考虑其他的投资 请问你想投资 重金属吗 贵重的金属 这先生讲 已经投了很多了 业务员 你都投资了什么贵重金属呢 我老婆的金戒指 金耳环 金项链 都是我投资的 好 一位先生感冒 到医院看诊 医生看完以后叫护士给我打针 护士带我去旁边叫我脱裤子 虽然很不好意思 但我还是准备脱了 没想到我伸出双手 就被打了一个耳光 被护士打了 护士讲 你脱我的干什么 海产店有两个男生 喝酒喝得很非常高兴 这个老王就问了 问对方 请问你是哪里人 他讲台北 老王说 我也是台北 那同乡 我们再干一杯 老王又问了 你台北住哪里 对方回答 北投 哇 我也是北投 再干一杯 老王在问 北投哪里 他答 石牌 哇 我也是石牌 再干一杯 接着就问了 老王问了 对方 我姓王 那你呢 我也是姓王 好 干三杯 台产店的老板实在看不下去 喂 打电话 喂 王太太 你老公跟你儿子喝醉 我会这样 喝醉 无大事 自己跟自己 自己老爸跟儿子 那一对夫妻睡到半夜 先生突然转身 泪光闪闪的对着太太讲 三年前的严重车祸 躺在医院近半年 陪在我身旁的是你 两年前 我的公司发生火灾 财产烧尽一半 陪着我走过来的 也是你 前年 跟你走在路上 无端的被人家误认 殴打成重上 当时在我身边的 也是你 走投无路 陪在我身旁的 依然是你 我生意失败了 被倒了千万 陪在我身旁 也是你 老婆 我心里有句话 想对你说 这时候 这个老婆眼泪 流着眼泪 望着先生 什么都不必说 我都懂 我全部明白 对不对 先生呢 沉默了一下 才讲 会不会是你带摔的 最近台湾在台湾就是有会有一点那个大法官失线 那个死刑犯的事情 哇 两边 真的是 这个有一个笑话 小民得罪了皇上 被判处死刑 但皇上恋在小民平时尽心的事后 所以让他自己选择死法 小民沉思了片刻 他讲说 谢皇上隆恩 我决定要自然老死 在美国 有些州是没有实刑的 有些州是有实刑的 各个州的法力不一样 全世界上也是一样 有很多国家是把死刑毁掉 有些国家还是没有毁掉 旗子跟丈夫讲 旗子说 以后我什么事都让给你 哇 丈夫很高兴 真的吗 旗子讲说 对啊 让你带小孩 让你煮饭 让你洗碗 让你洗衣 让你倒垃圾 全部都让给你 这样我会很高兴 老七对妻子 老七啊 对这个老的丈夫讲 人家 人家慈离太后下葬的时候 口中都含着一颗最大的夜明珠 大的珍珠 在百年之后的我 一定也要含些什么东西 才有面子 老的丈夫讲 你是要含共丸 还是脏脑王 现在进入主题了 台湾 台湾 莲花挺以问的 请求师尊开示 黑柴神在古印度又称为 库别拉 其形象 即名称 以大黑天 马哈嘎拉相识 除外形相识之外 两尊 借有四福 及付持佛法的试验 但茶叶古籍 无人知晓 是否是同一尊 想请求 师佛以大神通力 为众弟子开示 黑柴神跟马哈嘎拉 是否是同体一名 如阿弥陀佛跟长寿佛 药师佛跟阿处佛 依照阴言 视线不同的样貌 它是第一个问题 黑柴神跟马哈嘎拉 他的外相是很像 跟马哈嘎拉 他问了 是不是 黑柴神跟马哈嘎拉 是否同体一名 然后他第二个问题 师尊已公开传授一贯点 黑愤怒母 以马哈嘎拉尊者的法 若想持诵 黑愤怒母的咒 是能修持及修持 马哈嘎拉尊的法 跟心咒为主 或等待未来有机缘 师尊公开传 黑愤怒母的咒 以本尊法 这感谢师尊慈悲 适于弟子重等发问的机会 愿师佛长寿健康 快乐住世 看到你问了这两个 这么难的问题 我哪里快乐的气 黑柴神跟马哈嘎拉 就是黑愤怒母 跟马嘎拉尊 告诉你 马哈嘎拉是藏密最大的护法 马哈嘎拉 就是大黑天 是藏密最大的护法 西藏密中最大的护法 是大黑天 马哈嘎拉 大黑天马哈嘎拉 是怎么来的 马哈嘎拉是印度教的一个 本来就是一个 印度教里面的一个魔神 他也讲 这个来自于西瓦 大智在天 但是他的来处不同 也有洗金刚的 也有牵手牵眼 观世音菩萨的 有观音化身的马哈嘎拉 这个中和密研里面的 白色的马哈嘎拉 白色的 那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他来处不一样 观音化身为大黑天 我告诉你 大黑天在日本 他就是七财神之一 七个财神之一 是很可爱的一个财神 好像拿着一个哈马 拿着一个哈马 狼头 大黑天 是财神 但是在西藏 他是护法 是大护法 马哈嘎拉是藏密最大的护法 西藏密宗 西藏密宗最大的护法 是大黑天 那大黑天在日本 七财神之一 他也是财神 所以你问的这个东西 倒是有道理 黑财神 就是有些事情很奇怪 你们觉得到那个地方 就变了一个样 明明是很凶恶的 在西藏很凶恶的 愤怒的大黑天 有多守备的 当然日本 大黑天就变成财神 所以这个 莲花挺疑问的 黑财神在古印度 又称为 库别拉 库别拉 他的这个形象跟名称 跟那个西藏的大黑天 马哈嘎拉 很相似 你问的是 也蛮有道理的 同己义民 又是财神 又是护法 你看在日本 大黑天就是 七财神之一 对不对 那日本的密教 是随传过去的 就是那个 有两个 一个是罪尘 他是在天台山 天台山写密法 罪尘 一个呢 就是空海 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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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空海 枯海 他从这个 长安 秦龙寺 学回去的 那七财神 像那个日本的财神 也属于密教 也是属于密教 那他们传回去的 大黑天就变成财神 那传到这个 西藏 就变成负法神 所以我们认为 不管他是财神 或者是负法神 是愤怒尊 是负法神 或者是财神 对我们都是有帮助 对我们都是有帮助 我问一下吧 是不是 黑财神 跟马哈嘎拉 是同体一名 他回答是是的 是同体一名 传到哪里 就变成不一样了 传到很多地方都不同 那他第二个问题 黑夫怒母 跟马吉拉尊者的法 你修马吉拉尊者的法 自然就会 就会跟黑夫怒母有关的 因为那个是属于 师生法 师分法当中 你先把师生法 学会了 那黑夫怒母的咒 是有 但是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这个黑夫怒母的法 对不对 其实啊 吉祥天 你知道我们 传到我们中国来的吉祥天 它是很漂亮的天理 传到西藏的吉祥天 那是 哦 那是杀人不眨眼的 对啊 你说那个十二吉祥天 哦 我现在跟你讲吉祥天好了 吉祥天 传到中国的吉祥天 它是天理型 它哪做天扇 天的扇子 非常庄严 非常漂亮的 吉祥天是 我家里有一尊 就是在我的这个 南山亚瑟的客厅 客厅那边 有一尊吉祥天 我每一次晚上都要念 第一个念地藏王菩萨 第二个念吉祥天 念释迦摩尼佛 念大方法王金刚 这几尊我先念 那一尊吉祥天 是台北沿通寺的 年牧 法师 送给我的 是天理型的吉祥天 非常漂亮 你看看西藏的那个吉祥天 是什么样子 混露像 那看啊 没有人喜欢 真的 而且他 他全身掉的都是 他杀的那些 那些那个不好的 那些不好的人 全身掉的都是骨骼 而且相貌非常凶恶的 也是护法 也是愤怒 愤怒尊 他骑着一只把 那个马 马的后面还有一个眼睛 屁股上还有一个眼睛 那个就是愤怒尊 所以你看 传到中土来的吉祥天 他是非常 十二吉祥天是很美的 传到西藏的吉祥天 又是很凶恶的 所以就觉得 那两个都是吉祥天 这个你没有问 我倒是提出来跟你讲 传到哪里就是 怎么样子就是怎么样子 那雕刻家怎么雕 就是怎么样 所以黑财神 跟大黑天是一样的 至于以后 黑忽怒母的奏根本尊法 一定要以他为本尊吗 这就很奇怪 我告诉你还有一尊很愤怒 就是西藏的吉祥天 他就是愤怒尊 西藏的吉祥天是愤怒尊 你不如修这个 好像说 那个 马哈斯利亚 马哈斯利亚 就是西藏的那个吉祥天 他就是愤怒尊 好 我们再讲这个 《文谋结经》 诸顶王菩萨业 正道邪道为恶 诸正道则 则不分 别是邪是正 离此恶者 视为入不恶法门 现在已经到尾端了 诸顶王 什么叫诸顶王 你看这个菩萨 他的法 头法 就像猪 猪子 盘起来一样 你看释迦摩尼佛 他们几个佛 上面都是猪顶 就像一个猪子 一个猪子一样 那个头法卷起来 像猪的 那个就是叫猪顶 猪顶王 这个菩萨的头法 就像那个珍珠一样 一粒一粒这样在头上 表示他的知会非常的高 像放光的猪一样 变成他的官 所以称为猪顶王 这个菩萨的意思就是这样 知会很高的菩萨 他就像带走猪顶的官 就叫做猪顶王菩萨 他想说正道跟邪道 我们当然正邪不两立 对不对 我们常常讲正邪 正的就是正的 邪的就是邪的 就分开来的 是两种东西 你真正住在正道里面 则不分别是邪是正 离此二者 离开正跟邪 就是入不二法门 正人邪邪法 邪法也是正 邪人邪正法 正法也是邪 要听得懂 正人邪邪法 邪法也是正 邪人邪正法 正法也是邪 要看他的根本 不分正跟邪 所以以前有一个大师讲 不管你是正道 还是邪道 是正道是歪道 同样都是道 这就是不二法门 好像我们人爬山 对不对 我直直地爬 爬上去 他们称为 这个就是正道 你歪歪曲曲地爬 爬到旁边在绕 半天绕 绕很远绕 终于到最后也到顶了 那就是邪道 正道就是走得很正的道 邪道就是走歪的道 歪歪歪歪 歪到最后两个还是都是道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真正邪佛人 不分正道邪道 不分正道邪道 再问你一句 你到夜球 不要说你到夜球 夜球根本就没有人 现在也没有人在那边生活 对不对 夜球上现在有人吗 没有 我问你 夜球上什么是正道 什么是邪道 什么是正道 是什么邪道 不要讲那么远 悉空 什么是正道 什么是邪道 所以正道跟邪道 是人本身去分出来的 哪有什么正道邪道 是因为有人才有什么正道跟邪道 没有人还有什么正道跟邪道 你在夜球上有什么叫做正道邪道吗 在虚空有什么正道跟邪道吗 就没有的 那就是不二法门 正邪都是一样的 我们走的正路 直接你要到西亚土列上市 你走中间 这个就是中道 你走旁边 旁边有两条小路 走了 那个是邪道 邪道一样可以到西亚土列上市 你正道爬起来 也是到西亚土列上市 你斜斜的走 还是一样的 到西亚土列上市 这是不二法门 这样听得懂 这个是可以讲 是相对的 正跟邪是相对的 这个世界上也很难分别 什么是正 什么是邪 我们也很难讲 真的 本来是想用政治做比喻 用政治来做比喻 算了算了算了 政治会牵扯到政治 牵扯到政治 讲得不好的话 就有问题 算了算了不讲 不讲 我们讲美国的 现在这个 这个川普 对不对 跟谁在 跟贺锦丽 好了 川普跟贺锦丽 两个 谁是正 谁是邪 我们讲那个 讲那个好了 好像 天主教教宗嘛 他认为 天主教教宗 他不讲 他也不敢讲说 他要选谁 人家问说 你教宗 你到底要选 如果你来选 你要选川普 还是选贺锦丽 那教宗就讲 那个 川普 是很排斥 这个移民的 这些移民啊 他当选了以后 要把所有的 非法移民 全部给他 给他赶走 我们讲教宗的 教宗可以讲 他就是 要把所有的移民 非法移民的 全部通通的福利 全部拿掉 然后 全部遣送 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 在人道上 讲起来 教宗是 比较同情移民的 人也是生命嘛 对不对 难得 很挣扎 到了美国 现在又要被你 选送 在人道上 说不过去 但是川普 他是很 很移民 那贺锦丽 他 这个教宗是讲 贺锦丽 主张 堕胎 可以堕胎嘛 是不是 你们到底回答 是不是跟不是 他意思是 可以堕胎嘛 对不对 那他也不太喜欢 天主教当然是不喜欢堕胎 因为那是杀害生命 那是伤生害命 所以两个他都认为 他不主张 他不投给谁 他只是讲 两则起其轻 两则起其轻 哪一个罪比较重的 就不显他 哪一个罪比较轻的 就显他 两个都有罪 就是这样子讲 这就是其中他讲的 天主教教宗 也是不二法门 如果在佛教来讲起来 你用你自己的脑筋 去想一想 应该要显衰 这个就是圣知 两则起其轻 两则起轻 两个都是坏蛋 你要取那个比较不坏一点 坏得很重跟不坏的 就起其轻 就是说 他患的罪比较轻 那很可行 天主教教宗 是这样子讲 我觉得 政治真的是 谁是正 谁是邪 根本分不清 根本有时候分不清 谁正谁邪 有诸顶王菩萨 正根邪是二 那其实是一 其实也是没有 哇 十点 只有明天再讲吧 正邪 正邪 大家有观念 有观念 在夜球上 什么叫正邪 没有啊 哪有正邪 在虚空 哪里有什么正 什么是正 什么是邪 没有啊 如果地球上 没有人类 什么是正 什么是邪 也是没有啊 那人本身来讲 也是虚幻的啊 正邪 这个观念 本来就没有的啦 这就是不恶法门啊 冬天 一对情敌 在山中 在深山里面 冬天 一对情敌 在深山里面 那你的就讲 我很冷 男的就讲说 那么我们站起来跑吧 跑一跑就会温和 这你的很生气 你一点都不滥满 我以前的男朋友 每当我说冷的时候 他就会把我抱得紧紧的 好笑 前两天跟老板去见一个客户 老板自己开车 在左转弯的时候 突然间 从巷子中 跑出一条狗 眼看就要创上了 老板眼明所快 一下子就刹车 停住了 想不到那条狗也很厉害 那条狗 他看到车子 他也马上把脚刹车 他狗也刹车 这个 跟老板去的这一个雇员 就说了 你看 连狗也会刹车 老板很生气 你把我比成狗 这个其实也不好笑 有一个驾驶班的女学员 在考驾照的时候 特别紧张 主考官就问他 小姐 如果在考试的时候 你发现前面 有一只鸡 还有一个人 你是鸭鸡还是鸭人 这个小姐就回答 我肯定是鸭鸡的 那主考官 你还是回家吧 以后也别考驾照 这个小姐就 就讲 如果不鸭鸡 难道是鸭人吗 主考官讲 你应该要刹车 一个人要成功 一定要后面有压力 他才会成功 他说 2018年 世界自由车行回赛 在加拿大 第一名曾经 打破过去的纪录的 他那个沿途的建设器 里面拿出来看 原来 后面有一只熊在追他 打破纪录 自行车 打破纪录 他的真相是 因为后面有一只熊在追他 哦 哦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观看